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长见103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择原因 就是内地贷本市场报价利率LPR 未有如预期下调 放水力度较预期弱 A股下跌 港股短期动力都有限 长见业务表现稳健 可以加以关注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 正是面对通胀的困扰 由于集团大部分业务 都是跟通胀挂勾或者受保障 高通胀反而对集团有利 根据去年业绩 全年业绩的数据 英国和澳洲业务盈利 占了整体超过五成 在全球通胀吹升之下 将会为集团带来 更高资产价值和收入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长江基建2022年的盈利 预料录得104亿 岸年增加三成九 股价走势方面 长见形态上继续员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建议等候近期低位 大约52元附近吸纳 可以以主要大行 由3月至今 给予目标价平均57.6为目标 跌穿上升贵支持 大约49元就减迟 彭博预测长见2022到2024年的 股息率是4.7厘 4.9厘和4.8厘